小爪水踏柚子毛毛一出場就翻箱倒櫃 短午節動物們也有特製冰粽 模樣超級卡哇伊 台北市立動物園的超級明星 大貓熊 遠遠遠寶 用毛肉絨大手吃起粽子 同樣津津有味 炎熱的天 超萌景象 大朋友小朋友全都融化了 熊貓在吃動物 什麼 特別 漫長來看貓熊的 只是第一次看到牠在吃冰粽 鏡頭轉到高雄壽山動物園 遠方提前替黑猩猩立鐘過生日 送上五股彩色健康粽 食材多藥化 讓牠們的行為能有更豐富的展現 夏天通常會使用各種的方式 讓動物降溫包括水霧 甚至是現場的一些通風 以及這個冰粽 各式特製粽子上桌 動物們大快朵移 不只吃得健康 民眾隔著螢幕 也能感受節日氣氛 成了端午佳節 另類療癒 華語新聞林薇凱蔡與志神秘珍 台北高雄采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地外培訪報導 公ون 速度 斬自掌 20 夜 health 旅遊